一般心臟有問題上的看得到競爭就是會出心跳太緊張 有一種三天性的心臟病 接著開放性的這個動脈都說 會讓心臟出現得10人 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小孩的生活上 就要特別注意愛馬上來處理 開放性動脈導管是先天性心臟病的一種 發生率大約是千分之一 如果放著不處理 長久以來可能會有發展遲緩 體重過輕或者是餵食困難等問題 等小朋友再長大一點 會有心率不整肺動脈高壓 或者是甚至導致左心擴大心臟衰竭等風險 他有一個五歲的小孩起初被媽媽發現說 睡覺時心跳太快 走一個就會出現他最近感冒來就醫 醫生的醫院發現心臟有免憲扎因 經過檢查以前是開放性的動脈 他還會變成患病的心臟來做一些科目大 他還在心臟說來改進關閉器的手術 無情恢復的狀況是相當的良好 主動脈與肺動脈之間的一條交通血管 在出生的前幾天這條血管是常見的 但是大部分都會隨著天數慢慢的閉合 假如他一直都沒有閉合 會逐漸造成症狀 因為他的血流會從主動脈到肺動脈 一直有過去的血流 通常這類的病人在出生的時候 就可以聽到有特殊的心雜音 那如果持續在門診追蹤有心雜音的話 建議要做詳細的檢查 包括心電圖以及超音波 每當中有疑心標示說 很多整天性的心臟被 使用到心頭更的技術來開刀 就不用來打到心臟 剛才是空水射之外 讓我們時間也來作對買單 間隔到心臟手術的風險與病發情 我們聽新聞答應一下英雄採訪報道